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明德正线 不知不觉都已经七月份了 老兵呢也日子过了混掉了 搞混掉了 那么也没跟大家到这个新的一个月 祝大家呢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尤其呢这个七八月份呢 可能是一年当中最攻坚的两个月 希望各位呢也是搞出这个业绩 搞出成绩 如果是这个 当老师的或者说是学生的 那就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玩一玩 对吧 明天会发生什么 永远不知道 及时行乐 很重要 这是我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信条吧 该吃吃该喝喝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好吧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这集我们说两个事情 那就是这个白俄罗斯 被乌克兰发射导弹攻击了 那么乌克兰要把白俄罗斯引入这个战斗 然后这个是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周边的 乌斯贝克斯坦 被美国策划颜色革命 在那里搞骚乱暴动 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 对中亚的这个搞破坏 它是不肯停的 我们来看看 怎么一个回事 首先最新这个国家一地 将实施紧急状态 发生了什么 据央视新闻3日报道 当地时间7月2日 据乌斯贝克斯坦 总统新闻秘书发布的消息 该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将从当地时间7月3日 持续8月2日 实行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时间7月2日 乌斯贝克斯坦总统 米尔纪约耶夫到访 该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 共和国说服努库斯事 并决定取消在即将举行的 共同中涉及该共和国地位的条款 2021年8月31日 乌斯贝克斯坦 总统出席在塔斯库尔干 举行的庆祝活动 这是有一张照片 我就不放了 1日 乌斯贝克斯坦 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随后乌斯贝克斯坦共和国 称所谓的抗议活动 是由犯罪组织策划实施的 部分外部势力参与的非法行为 其目的是占领当地行政机关 以破坏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 发展和稳定 据商务部官网 乌斯贝克斯坦 是位于中亚腹地的双内陆国 其五个邻国均无出海口 北部和东北部 与哈萨克斯坦接浪 东部东南部 与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相连 西于图库曼斯坦毗林 南部与阿富汗接浪 国土面积44.74万平方公里 东部为山地 海拔1500至3000米 最高峰4643米 中西部为平原 盆地 沙漠 海拔0至1000米 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全境平均海拔500至400米 乌斯贝克斯坦属东武时区 比北京时间晚三个小时 未实行下令时 全国共划分为一个自治共和国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12个州和一个自治 一个直辖市 塔什库 塔什干市 据人口数量 首都塔什干市中央最大 读联体内 仅次于莫斯科 圣彼得宝和基辅的 第四大城市 现有长属人口 247.59万 乌斯贝克斯坦资源丰富 矿产资源储量 总价值约为3.5万亿美元 现太平有近100种矿产品 其中黄金太平储量 3350吨 世界第四 石油太平储量为1亿吨 以稀油以太平储量为1.9亿吨 天然气3.4万亿立方米 等等等等 包括煤炭19亿吨 那么大家要知道 乌斯贝克斯坦听上去 好像双内陆国 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大家要知道 乌斯贝克斯坦是中俄 连接中东跟南亚的重要的交通枢纽 俄罗斯要进入到南亚地区 都要从乌斯贝克斯坦这个地方过 然后到阿富汗 或者从伊朗这个地方过 直接就道路到南亚地区了 那么中国要经过乌斯贝克斯坦 过到这个中东去 大家要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中国处于是战略捆绑 那么他就同意了 搁置了25年的中级乌铁路的开建 那我说过中级乌铁路开建 那么西方呢 第一时间他肯定要打击你的 比如说美国全面禁止新疆的产品 欧洲呢也附和啊 比如对新疆的这些产品啊 进行一些限制 对吧 那你中级乌铁路 中级乌中级乌乌 当然是乌斯贝克斯坦 它是我们一带一路的啊 中间的一个很壮的一个大的枢纽啊 乌斯贝克斯坦为了发展 他们都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啊 现在哈萨克斯坦也已经跟上了啊 可以进行这个14天的免签 就是你商务考察各方面过去旅游玩都可以 没问题啊 这是为今后做准备啊 那乌斯贝克斯坦对中国来讲 对俄罗斯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乌斯贝克斯坦在历史上 大家要知道啊 它属于哪里啊 有一个国家 你们看港版的张志玲版的 社调英雄传里面 对吧 是不是这个黄荣帮助这个郭靖啊 跟想出一个办法 怎么样攻打这个花拉子摩的萨马尔汉啊 就是这个萨马尔汉啊 是中亚的可以讲是啊 第一大城第一大城市啊 中心枢纽 你去这个坐飞机很多啊 你在俄罗斯或者是在哪里坐飞机中转 他萨马尔汉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中转站 所以说这个地区很重要 那么美国呢 当然他不允许中俄的后院 共同的后院 中亚地区啊 保持一种政治稳定 他当然不停的要挑唆啊 要搞这个事情 比如说去年在哈萨克斯坦啊 就是今年在哈萨克斯坦搞的这个颜色革命 对吧 也有乔治索罗斯的这个身影啊 在去年在吉尔吉斯坦啊 搞的这个颜色革命 也是要阻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 啊 在塔迪克斯坦啊 之前也搞过一些恐怖活动啊 也是他搞的 对吧 再加上这个像阿富汗一些恐袭 就更不用讲了 土库曼斯坦 由于实行跟朝鲜一样的制度啊 所以这个国家他是没怎么乱过啊 但是他 为了不乱 也是做出了代价啊 那就是对外是封闭的 当然了他通过卖给中国 天然气就可以赚的盆满钵满了啊 就靠中国的合同去养活的 这么一个国家 所以说整个中亚地区 美国之前还要跟啊 美国加中亚五国怎么搞个共同体啊 直接就是被中国给给拒绝啊 中亚也是完全是拒绝的 当然了中亚的县政府 他们要拒绝 但是他们的反对党呢 或者有分离主义倾向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当然是啊 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啊 积极同中国 俄罗斯 同中亚的县政府作对啊 有的出于一级自私 有的出于一些啊 这个族群 大家要知道中亚很多国家实行的是不足制啊 尤其是在塔吉克斯坦跟这个基尔基斯啊 包括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区 塔吉克部分地区都实行的是不足统治啊 不不足制啊 他都是讲部落的 中央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的比较松散 所以你看他们都有松散到可以有自治共和国啊 这么牛逼的一种地位 对吧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啊 在这个地区中俄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啊 要始终同美国支持的三股势力做斗争 大家要知道三股势力不仅是祸害新疆啊 也祸害中亚五国 祸害俄罗斯啊 所以说美国啊 这个帝国主义 他肯定会会使出浑身解数 因为他是非常邪恶的 那我们再来看 说起邪恶 对吧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恶心的 白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挑衅 成功拦截乌军导弹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克今日宣布 军队在三天前成功拦截乌克兰 向该国军事设施发射的导弹 如今越来越多人怀疑 明斯克已有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 白俄罗斯通信社引述总统卢卡申克说法报道 我们受到挑衅 我必须告诉你们 大约三天前也许更早一点 他们试图从乌克兰发射导弹 攻击白俄罗斯的多个军事目标 卢卡申克说 感谢上帝我们的铠甲防空系统拦截了乌克兰军队发射的所有导弹 乌国上周指控 从白俄罗斯的飞弹攻击中 攻击他境内的这个目标 卢卡申克今日重申 白俄罗斯 无意干预俄乌冲突 如今如我一年多前说的 我们没有等到在乌克兰参战 不过一旦遭到入侵 白俄会必会捍卫自身的领土 法新社报道 俄国克里姆林共的长期盟友 白俄罗斯至2月2月4日以来一直支持莫斯科在乌国的军事行动 并充当俄军后方基地 白俄在军事和经济上严重依赖俄国 2020年白俄反对派指控卢卡申克 偷走大选后 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 卢卡申克更需要仰仗俄国支持来巩固私身地位 6月25日 罗斯总统普京接见卢卡申克预告 莫斯科将在未来数个月内交付可搭载核弹头 伊斯坎德尔M战术导弹系统给白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乌克兰啊 他那个 现在是非常恶心啊 人家白俄罗斯没参战 对吧 但是他呢 要去挑衅白俄罗斯 还有这个莫尔多尔境内的这个白左共和国啊 德左共和国啊 发射导弹去袭击了啊 对白俄罗斯袭击了 要把战争给扩大化 但是呢 他的这些导弹全部被白俄罗斯给拦截 因为白俄罗斯离乌克兰很近 他在这个地方部署了密集的防空导弹拦截系统啊 所以说乌克兰呢 是得逞不了的啊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白俄罗斯啊 呃 现在这个情况呢 也是啊 普京同意他加入这个上河组织 原来呢 普京还 啊 叼不死了 还不允许这个白俄罗斯啊 加入这个上河组织啊 认为他是一个欧洲国家啊 没有必要加入啊 那么 这个啊 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啊 等于说我们的势力范围就是啊 贴到了这个欧洲跟白俄罗斯这个边界这个地这个地带啊 人家白俄罗斯啊 照样日子过得很舒坦 对吧啊 这个粮价啊 气价油价都是很稳定的 对比他旁边几个国家三个国家 布罗地亚三国 那都是 通胀都高到百分之二十点几了 这怎么活着 就能怎么过 你的每个月的生活成本 多百分之二十 我想请问大家 是不是 开始就是很难过日子了 现在呢 他周边三个国家就是这样子的 很明显的嘛 当年从苏联解体以后 他们加入了西方阵营 现在呢 白俄罗斯留在这里 情况完全不同 那么所以说 美国及其走卒 一直是想要试图破坏 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些盟友小弟国家 在他们内部呢 搞破坏 搞混乱 目的就是要 干我们 卢卡申科也讲得很对啊 卢卡申科 美国淹没俄罗斯后 要对付主要对手中国 西方计划首先在冲突中 淹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然后再对 然后然后再左手对付主要对手中国 罗卡申科表示 西方的目标是制造挑衅 延长冲突 罗卡申科说 欧盟和北约希望乌克兰冲突持续下去 目的是淹没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并通过俄罗斯把手伸向主要对手中国 罗卡申科还指出 西方未能团结全世界反对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所以他们试图抹黑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他们在白俄独立日举行的会议上说 他们需要发动新的挑衅目的是展示 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猙獰的样子 其实没错就是这样子的 白俄跟俄罗斯如果扛不住的话 那中国是不是下个就会倒霉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支持他们 必须要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 所以说全球这个大博弈大格局 现在看来是非常紧 我们要时刻提防 时刻警惕 甚至要主动出击 感谢各位追踪看 我是老贝拉雅 喜欢点赞订阅支持 谢谢 谢谢